嗨,大家好,我是Joe,欢迎回来 今天呢,我准备用这个阿拉巴马钓组来做掉这些深水牙壁 在冬季的时候,牙壁这种结构会是如鱼经常出没的一个点 那结构上面是有有鱼鱼还有障碍 所以呢,这些鱼他们会利用牙壁的这个深浅水的结构来活动 然后呢,今天的气温大概是46度,水温现在是45度 然后我们来准备试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针对这些冬季的鱼鱼做掉的模式 还没有吊住它 这些冬季的鱼鱼 受 scary人呢 受机 Tod所重人 complete 有封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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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я线奂 现在已经连续钓到了两条鱼 还有看到一条跟回来 但是没有咬 今天做掉的点 是一个在下风口的崖壁山 像这种有深水的结构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冬季的钓点 鱼在崖壁可以上下的活动 深潜水是比较接近的 像如果天气好的话 或者是比较阳光充足的话 它们可能会离崖壁的潜水更近一点 像今天这些鱼其实也没有很深 我只是把阿拉巴马钓组 泡出去以后让它大概乘个两三秒 然后是在中途回收的时候 有的咬口 鱼应该就在五六尺的水位 我现在的船大概是有二十尺左右 所以不是说这些鱼是贴底的 在这种崖壁它们是上面有很多的阶梯 那可能它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梯上面 来这个针对这些路过的鱼 那像崖壁的话 鱼也是整个冬季都会在上面活动 而且这些崖壁经常都 伴有的这个岛树在上面 所以呢 既有障碍又有鱼 那这种地方呢 就会是鱼鱼经常出没的地方 就会是鱼鱼经常出没的地方 现在差不多掉了一个小时 那有四口 接下来到下面的那一片崖壁看看 能不能钓到更多的鱼 我就是有注意到 今天所有钓到的鱼呢 都跟这些岛树有关 所以呢 我等一下在做钓的时候 会特别针对这些岛树 我先用到画面脑子 没有 那我想它也是 有空用不少的鱼 有空用不少的鱼 它就是 有空用不少的鱼 ы 无需 有空用不少鱼 靠,怎麼這麼小 又是在島出附近 現在已經連續釣到四條雨 在兩個不同的崖壁上面 我現在基本上可以判斷說 如果今天一直釣這種下風口的崖壁 然後在島出附近的話是能夠釣到很多的魚的 像冬季的話 如果找到一個這種模式 那如果天氣沒有很大的變化的話 這種模式能夠延續兩三天三四天 接下來到下面的那一片崖壁看看能不能釣到更多的魚 先上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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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